香港国际机场连接全球超过220个航点,被称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。 但近日,香港国际机场的正常运作却屡次被人为粗暴地按下暂停键。 机场内店铺关门,逾百航班被取消,大量旅客滞留。 这样的现象在8月12日再次出现。 8月12日,原本宽敞明亮的街机大堂,再次被穿黑衣,戴口罩的示威者违法占满。 大幅的海豹和标语,贴满机场的栏杆和墙壁,示威者在地上洒满宣传单,高声叫喊,互相簇拥。 推着行李箱,背着行囊的旅客,被迫经由狭窄的通道快速通过。 下午,部分违法示威者改到上一层的离境大堂,搬开铁栏,进入登机柜位前的行段静坐,旅客未能办理登机手续。 香港机场管理局不得已在12日下午30.50下发机场关闭紧急通知。 机管局表示,除以完成航班登机程序的离港航班,以及正前往香港的抵港航班外,当日其余所有航班全部取消。 机场工作人员细数撤离,各类店铺陆续关闭。 旅客聚集在航班信息牌前,交集搜索自己的航班情况。 不少旅客围着机场安保人员询问信息,部分已开始着手查询附近酒店及准备改进航班。 当天晚上九十许,记者看到机场大堂内仍急满违法示威者,不少旅客未能撤离,已准备在机场将就过眼。 来自台北的郑先生,原地于当天下午乘坐飞机,从香港回台北。 他称,自己当天上午便已到达机场,无奈航班取消,他很急,却不知怎么办,只能继续在机场等候。 今天早上来的,因为我下午回去,我后天要赶回去美国,就是等啊,没办法啊。 因为我真的很急啊,急着要回去啊,在这边休息过夜了啊,生气没有用啊,我高血压不能生气啊,无奈啊,无奈啊。 我觉得也是要理性,不要采取这个方式。 这样子的方式会影响到公众的利益啊,而且造成很多不方便啊。 和郑先生一样困于香港机场的,还有来自英国的哈莫尼,来自印度的阿比锡,来自中国深圳的小夫妻,和来自中国北京的科研工作者王先生。 他们中,有刚刚结束在中国内地的旅程,打算经香港回家。 有的正利用一年一次的年假,筹划着一场浪漫的旅行。 有的刚在香港完成公务,准备返航。 多数人表示,不安,受挫,感觉很不好。 现在,我能不能外出,因为所有的航空都被离开。 它是挺难的,因为我们全部都要回家。 它是挺难的,因为我们是挺可怕的,因为我们没有太多关系,关于什么是发生的。 这不是很好的方法,我告诉你。 我非常悲惨,因为我可以去我的国家,在这段时间。 前面,香港是非常好。 手推大量行李的刘先生及哥哥从已关闭的麦当劳走出,他们已在机场滞留超过六小时。 刘先生与哥哥都是徒生徒长的香港人,当晚原打算送哥哥飞回加拿大。 因航班取消,只能先回家再做打算。 当然,刘先生愤怒的原因远不止于此。 他称,哥哥推脚不方便,自己便希望示威者让出一条路来给旅客。 无奈遭中示威者多次辱骂,他直斥示威者恶过黑社会。 喂,我说,喂,大哥,伤残人士,有老,我说有老有小,又有老人家,又伤残人士。 要时间的啊,哇,空到你啊。 你不是真的恶过黑社会吗? 你觉不觉得他们现在是恶过黑社会的吗? 是过了火位了,现在你经常都说,香港,胆头切尾,七百万人口啊。 我当你三百万人出来,那你又没有问那四百万人,四百万人是怎样的啊,对吧? 但只不过那四百万人,四百万人是老人家而已,出不了你而已。 我想到你现在难得这么重要,我说明我直到毙了,都不肯让我。 我说,你讲不空的,你真是怎样讲,讲不空的。 我自己在香港土生土长,所以离开了香港一段时间,我经常回来香港。 可悲的,简直是可悲的。 坦白说,反送中,我们犯了什么事? 我怕什么,是不是?影响民生啊,你现在叫什么?政变啊。 你试试去美国啊啦,我在加拿大住了三十年,你试试去美国加拿大啦。 你试试去Wankover,去屋台华啦,我想我立刻派军队给你。 当晚时时许,滞留旅客陆续找空位休息,期盼明天可候不登机。 香港机管局表示,已启动机场紧急事故应变中心,机管局与航空公司正保持紧密沟通,希望机场尽快恢复正常运作。 当局将是机场运作的恢复情况,由机管局与航空公司在13日早上60起,实施航班重新编赔。 您好看,我们现在疫情有点出益。 您好看,您好看,我们感觉,您好看! 好看,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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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看。 已经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